可以講一下你進去入圍八項的情節嗎 當然就是 因為當下 當下我正在排練 然後完全沒有意味到這件事 完全沒有意識到說 喔 那天是豐富 所以我整個就是 空白一片 然後擋在地上大呼 因為原本就想說 啊 應該是 有幸的話 就是入圍一項兩項 對我來說就非常滿足 然後 同事就一直夢出來 總共是八項 所以我就在地上抱呼 是不是還酷到撞牆啊 好像滿激動的啦 沒有 其實是因為那天的狀況 對啊 其實排練的地方 我覺得是因為排練的場地 它是一個石坡 所以它上面是一個石坡 所以我就是沒有注意 起身的時候就讓我撞到 就是完全不 對啊 對啊 因為就是 我原本是趴在地上 然後我想說站起來的時候 我就沒注意看到片子 就是看到上面的那個結構 所以我就撞了一下這樣 所以就很大力的跑這樣 對 我一起把電瓶還下 那妳有腦正大嗎 妳有 在想要哪一個嗎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欣賢人講 因為 欣賢人講的時候一次 對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現在要拿些人講 陳建希老師好像有 就是有人說 如果要入圍金曲獎的話 找到製作 就是拿到一張門票 那你有看到這個消息嗎 你有想說 很幸運可以跟他合作 因為跟建希老師的緣分 從很久以前就有了 我們是在 舞台劇的時候就認識他的 所以那時候 我覺得這個緣分就是很幸運的 可以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可以做到這張專輯 當然是賺到啦 可是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 跟陳建希老師這個人合作 就是我一個很大的幸運這樣子 那你有發現為什麼他 是可以入圍天王 就是歌王歌後 專輯製作人的那種幕後推手 我覺得建希老師很細膩 他不管跟誰合作 他都會看見那個人獨特的地方 那那個獨特的地方 被他放大 或是找到更多的方式去詮釋他之後 他就會更閃耀 我覺得那是建希老師非常厲害的地方 那我覺得 民視這張專輯好像 也是被他看見的一個潛力 然後我可能也是被他看見的一個 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很有能量